哈囉!兩位新婚後首度眼妹出席耶 嗨! 可以分享一下新婚的心情嗎? 新婚的心情今天來到這邊很開心 因為就是也是上次我們可以先 預期婚禮 然後也是兩位恭喜恭喜 預期婚禮所以是有開始在籌備一些 有開始籌備了 因為我們的婚禮是六月十七號在台北 所以就是也是剩下不到大概四個 現在是三四五六 就四個月 四個月左右了 所以就是也該要準備了 所以這一段時間都在籌備婚禮 你現在開始會很焦慮嗎? 會有點緊張嗎? 其實目前還沒有感覺到很緊張 其實我們這次有請婚部 那個小梁哥的太太 她是個非常專業的婚夫 所以她都會告訴我們要準備哪些事情 其實我們大概已經好幾個月前就開始在跟她一起討論 那最近的話開始真的是要進一步的要準備 可以這樣 那婚禮也好 對有訂做 訂做 訂做 誰要做 性感風嗎? 恩 因為我們這一次在台北跟沖繩兩邊都要辦 所以就是 其實兩邊都是有不同的風格 因為沖繩是在海邊的教堂 所以就是走比較浪漫一點的風格 然後在台北的話就是比較做華麗一點的風格 恩 恩 那結婚到現在有沒有吵過架? 吵架 小小吵架還是必須 哈哈哈哈 不可能是完全不吵啊 不可能是完全不吵啊 在吵架之後還是就是 吵完之後是變很好 變得更好 變得更了解對方 這個才是我覺得夫妻要長久的相處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方式 那都是你先撒架還是老公哄你 不一定欸 呵呵 對啊,他很會哄我啦 對啊,就是都是為了小小的事情吵架 已經想不起來什麼,因為太小了 好啦,謝謝你們